就算你的实力力不强 也总不能以自己的短处 和我最擅长的正面强攻抗衡吧 但是当两人的拳头碰在一起时 火无双的双拳同时已麻 紧接着 他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的 飞速后退 蓝银求龙 与此同时 唐三身上的第四魂环骤然了起 这个蓝银求龙的目标 并不是火无双 而是排开蓝银黄 朝唐三飞速而来的风啸天 骤然被困住 风啸天的一双狼爪 全力抓向蓝银求龙 但他骇然发现 现在的蓝银求龙 比以前坚固太多了 他这全力一抓 竟然只在上面 留下了一道道浅浅的痕迹而已 与此同时 两根蓝银黄缠向火无双腰间 强行将跌退的他 朝唐三拉过来 只听他大喝一声 身上的第三第四两个魂环 先后亮起 澎湃的火属性爆炸力 以自身为中心瞬间炸开 扑顶一声 一圈浓郁的火光 出现在唐三面前 将他那前进的身体弹退 正是火舞的抗拒火环 而此时 风啸天身上的第四魂纪 骤然爆发 虚幻的狼形光影 在风啸天背后浮现 他双手左右一分 长达近丈的清光 从那六道利刃中爆发而出 终于撕碎了面前的蓝银求龙 风啸天趁着第四魂纪的效果还未消散 没有看到唐三身上的魂环闪烁 正在他猜测唐三这个能力从何而来时 那道白光与他展出的清光 接触之下竟然并未产生对抗 而是一透而过 瞬间就踢到风啸天的眼前 什么 大惊之下 风啸天顾不得节省魂力 全身清光再次爆发 赶忙拼命抵达 但是那白光悄然涌入 直接击中了他的身体 风啸天接连退后起步 他脸色苍白 那道青色光展 在尚未到达唐三面前时 就因为失去控制而消散 小天你怎么样 活无一只手搭上风啸天的肩膀 将自己的魂力输入风啸天体内 他猛的一咬舌尖 勉强提取精神 长出一口气 面露恐惧之色 好厉害